第一 一千三百六十二级 大哥 这几天真那么晦气 一鸣光头啃着烤羊腿 一边吃一边含糊不清的说 看来 我得找几个储 去去晦气才行 老二 这几天安分一点 我们事情没有办成 梁少对我们可是不太满意 西装男的吃相还算是优雅 语气还算是比较文明 这几个人 就是那天晚上 劫持李儒的那几个人 他们的事情没有办法 被他们的老板 给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这不 现在喝酒姐妹呢 他妈的 那天晚上那个孙子 不要再让我见到他 如果让我见到他 我保证非弄死他不可 另外一个脸上有疤的汉子 狠狠地一拍桌子 不好意思 你是在说我吗 叶好轩笑了 几个人一回头正看到叶好轩 一桌子四五个人登时暴露了 他们纷纷地站了起来 是你小子 马逼的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今天老子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光头对叶好轩的怨气最重 因为这几个人当中他受的伤最重 所以他对叶好轩的怨气也最深 现在看到叶好轩 他更是愤怒不已 他抄起板凳就向叶好轩丢过去 叶好轩一把抓住了板凳 猛地反向甩了回去 扑通 那家伙残叫了一声 他的一条腿恐怕又要去医院看了 住手 穿西装的那个家伙还算是比较讲究的 他伸手拦住了自己手底下的几个人 他比较冷静 大哥 看到这家伙在这儿 你能忍吗 脸上有疤的男人怒道 闭嘴 西装男瞪了他一眼 刀疤脸当时闭了嘴 他兴兴地站到一边去 叶好轩不由地暗自笑了一声 这一群人都是粗人 但是这个西装男倒是个心系的人 他心里清楚 他们几个人上一次在自己的跟前 吃了那么大的亏 他们完好的时候 都被揍得哭爹喊娘的 更何况他们现在没有一个完好的 兄弟 借一步说话行吗 西装男看着叶好轩 他识趣的没有当场和叶好轩撕破脸 在这里等我一下 马上就回来 叶好轩对着不知所措的郑家笑了笑 然后跟着那名西装男走到了一侧 原本看热闹的时刻们 看到两人一边去讲和去了 都感觉到无趣 他们三三凉凉地坐了下来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 我叫年忠 兄弟怎么撑火 虽然昨天晚上被叶好轩揍得不成样子 但是 年忠还是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体面的人 很体面地递给了叶好轩一支烟 我叫叶无常 叶好轩瞟了年忠一眼 淡淡地说道 兄弟 我们之间 没有什么过节吧 年忠喷出了一口烟圈 他看着叶好轩倒 他很小心地注意着叶好轩脸上的表情 看到叶好轩的神色如常 他算是松了一口气 哼 没过节 叶好轩撇嘴笑道 我们刚认识 哪里会有什么过节呢 那么昨天晚上的事情 兄弟的手是不是伸得有些太长了 年终咬牙切齿地看着叶好轩 他们计划得很好 本来昨天晚上算是成功的 可是被叶好轩这一插手 他们又扑了个空 人没有带到梁少的跟前不说 他们还被梁少训斥了一顿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跟着梁少的时间长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就凭他们昨天晚上办的事情 一顿揍是绝对少不了的 但现在几个人也是够鼓鼻的呀 没有捞到钱不说 受了伤 结果还是自己掏钱解决 虽然看到叶好轩 这家伙心里极其的不爽 但他还是不得不忍下来 毕竟人家实力强 路见不平 心血来潮出手相助一番罢了 叶好轩喷出了一口烟圈 他笑道 下次不会了 下次你们再做什么事情 我就算是看见了 也绝对不会插手 下次 年终的脸都有些绿了 这他妈的还有下次吗 这一次已经够他们哥几个瘦的了 他顿了顿道 兄弟 不知道你和那个女人有什么关系 算是同事吧 叶好轩想了想优道 哦 不对 我们顶多只是一个公司上班的 算不上是同事 因为人家是经理 我是一个保安 你是保安 你说你是粮食集团的保安 年终的脸几乎都要黑了 他失声喊道 你知道我们老板是谁吗 你知道你那天晚上坏的是梁少的事吗 梁少 叶好轩微微的疑了 梁少博 那天晚上的事情是梁少博指示你们干的 年终不说话了 因为他不可能把他的老板给供出来 但是想想他也是郁闷了 叶好轩是粮食集团的员工 可是偏偏就是这个粮食集团的员工 坏了他们老板大事 哎呀 原来是这样啊 我早就听说梁少博这家伙色胆包天 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叶好轩一点头 他笑道 不过我奉劝你们哥几个一句 多行不义避子避 以后做人做事的时候 要多长个心眼啊 这个我知道 不劳兄弟你费心 你既然是粮食集团的员工 你也知道你坏的好事是谁的事 你想过有什么后果没有 年终沉着脸 想过 那又怎么样呢 叶好轩冷笑了一声道 我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想办法 把李儒给我弄过来 不然的话 梁少师不会放过你的 言终喝道 行 那你告诉他 我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我叫叶无常 叶好轩淡淡地说 我就是粮食集团一小保安 他梁少博有能耐的话 就去找我吧 叶好轩懒得和这家伙在这里 浪费太多的时间 说完了这句话 他转身就离开了 你 年终本来想拦着叶好轩 但是他突然吃惊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不知道什么时候 江知道 江的一动也不能动 他眼睁睁地看着叶好轩 从自己的眼前离开 还有 以后招惹人的话 要擦干净眼睛了 叶好轩回头笑道 不是任何人都是你能招惹得起的 眼睁睁地看着叶好轩离开 年终气得是咬牙切齿的 是的 叶好轩坏了梁少博的好事 他们几个首当其冲 今天看到了叶好轩 年终觉得呀 绝对不能放过这个家伙 他拿起自己的手机 叫博通电话 他要找人狠狠地教训这孙子一顿 但是 刚刚拿出手机 他不由得愣了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惊恐的神色 呆呆地看着叶好轩站过的地方 良久 他才收起了手机 灰溜溜地离开了 原来在叶好轩刚才站过的地方 那坚硬的水泥地上 留下了两个清晰的脚印 一个人居然让自己脚下的水泥地变成这样 而且他还面不改色的 这还是人吗 这一脚 这要是踩在人的身上 啊 那会有什么后果 那就可想而知了 年终这才发现昨天晚上的事情 叶好轩是对他们手下留情的 否则的话 以叶好轩的实力 分分钟地就能让这些人 半残 走吧 换个地方吃饭 叶好轩回来了以后 看着一脸担忧的郑家 他轻松地一笑 拉着郑家就要离开 站住 我们让你们走了吗 那几个家伙围上来 他们觉得 自己不能把这口气就这么咽下去 不然的话他们以后还怎么混 你们老大 现在都不敢这么对我说话 哼 叶好轩冷笑了一声 不是我看不起你们 就算你们的人再多来十个 我眼皮也不眨就把你们全放倒 小子 挺能吹的嘛 来来来 咱俩单恋 一家伙站起来 他撸起袖子就要跟叶好轩开丝 说真的那天晚上的事情 他还一直不服气 因为他觉得叶好轩这是趁人之危 在他们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袭击 这才让他们伤亡惨重 但是今天 他们光明正大的在这里撕一场 他相信自己绝对不会输给叶好轩的 老二 住手 年终的声音在一边传了过来 他匆匆的走了过来 不好意思 我的兄弟们有些不懂事 你们走吧 我们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年终说道 叶好轩看了年终一眼 他带着郑家转身离开 老大 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有一个混混咬牙切齿的说 我们兄弟几个 可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亏 闭嘴 年终冷冷地说 我警告你们 别老想着报仇的事情 昨天的事 我们就当作没有发生过 这个亏我吃了 几个人沉默了 虽然有些不服气 但是他们老大发话了 他们也不能违背 他们恨恨地看着 叶好轩离开的背影 一个个垂头丧气 那些人到底是什么人 离开了以后 郑家有些好奇地 向叶好轩问道 一些混混 有一次我遇到他们在欺负梁家 看不下去 所以就出手教训了他们一顿 他们心里不服气 叶好轩笑道 啊 这些人 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 别人躲还躲不及呢 你居然还敢打上门去 郑家崇拜地看着叶好轩 你真是个正义士族的男人 别这么说 我会骄傲的 叶好轩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唉 只是有些时候 见到不公平的事情 喜欢插上一手罢了 在有些人的眼里 我这叫多管闲事 这个世上像你这样 正义感士族的人多点 那才叫好呢 我真的很佩服你 别崇拜哥 哥只是个传说 叶好轩笑道 走 到别的地方去 今天真扫兴 出门遇到了这么一群流氓 不用了吧 刚才吃了点 不饿 叶好轩总感觉 让女孩子请客 她有点不好意思 可千万别不好意思 我请一次客 不容易的 正家认真地看着叶好轩 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也不会这么慷慨的 同事们都叫我小气鬼呢 你的家庭有困难吗 叶好轩笑道 就你会体调别人 郑家看着叶好轩一眼 悠悠地说 我觉得这个社会 人性浮躁 而且大家都很自私 一切都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那是因为大家的信任 都被透支的太多了 叶好轩叹了一口气 就像是最近 有个很有钱的男人 利用自己女儿白血病 筹善款的事情一样 名下三套房 医保报销80% 我就不相信 一个有车有房的男人 连几万块也拿不出来 正是因为这些人渣的存在 所以让这个社会中的信任 越来越少了 而真正有困难的人 得不到帮助 反而是那些会营销自己 会投机取巧的人 赚得是盆满钵满的 那种人就是人渣 我爸去世得早 而且我妈的身体 也一直不好 小时候 家里困难的时候 甚至连饭也吃不上的 但是我们没有靠脱同情 求别人可怜我们 这么多年 我们不也过来了吗 我妈也不止一次 对我说过 人要活得有志气 自己有少 虽然我们不能大富大贵 但至少可以用 自己的双手去生活 这对自己 也是一种肯定 所以 虽然你很漂亮 虽然你能靠脸吃饭 但是你却没有 你只靠自己的努力生活 叶好玄笑道 是 郑家点头道 我很感谢我妈 因为她教会了我 如何才能让自己 活得有尊严 有价值一点 你妈真是个不错的人 叶好玄笑道 她教育出来了 一个了不起的女儿 你这么一说 我都无敌自容了 我大学毕业了 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沦落到去做一个保安 我的那些同学们 都嘲笑我呢 郑家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你学什么的 工商管理的 不过现在这个社会 看实力 也要看背景 我去应聘了好几家 那里的人都会隐晦地问我 家里在这儿 有什么关系没有 因为我这个职位 会的人太多了 他们可以找一些 没有能力 但是有关系的人 在那里做 所以没办法了 我只能先找个工作 应付着 总不能饿死吧 郑家自嘲地笑道 不过 好在梁氏集团 这里的待遇 还算不错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以后都会留在这里的 你现在是前台警卫 这有点靠青春吃饭的感觉啊 是 是有点靠吃青春饭的感觉 不过暂时没有办法 我家里的情况不是太好 等以后吧 我的情况如果有所好转的话 我就会去换工作 再去努力一把 拼一把 行 相信你 一定有这个能力的 你跟那些人不一样 谢谢 我还好奇你呢 我可是听说 曙光医院的医生 待遇相当不错的 你那么好的待遇都不要了 跑到这来做保安 这让我有点想不通啊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 叶好轩苦笑了一声 他只想说他跑到这里做保安 他自己都有些想不通了 他堂堂医生 就在这个时候 郑家的手机响了 他接过了电话 说了几句之后 脸色瞬间有些变了 怎么了 叶好轩看他的表情 有些不对劲 脸盲问道 出什么事了 我妈 我妈的病又恶化了 郑家急切地说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呢 我前天去看他 他的精神还很好 医生还说 如果没事的话 可以在医院观察几天 然后就出院了 走 我陪你一起去医院看看 叶好轩拦了一辆出租车 让司机向郑家母亲 所在的医院里面赶去 一路上 郑家都很担忧 看得出来 她是一个很有孝心的女孩子 叶好轩值得一路上安慰她 护城的中心医院 现在曙光医院 开变了大半个滑响 因为曙光医院的特殊模式 导致医院形成了一种 良性的竞争 看病贵 看病难的情况 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